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喜欢主公王小剑的小伙伴都知道,近期他的热度非常高,自从挑战充值百万点圈打造最强账号之后,他一夜之间涨粉百万,尝到了甜头的王小剑,继续打造自己的最强账号,与此同时,王小剑还参加了由快手读播的全明星公益赛,打算突破自己。 公益赛淡化王小剑作为国服猴子代言人,当仁不让地选择了打野位,但有意思的是,在第一场比赛,王小剑却闹出了乌龙,竟然带了急跑打野,这个操作不仅让主持人和解说实话,就连观众也都呆住了,难道在公开当演员吗? 其实真实情况是王小剑忘记改技能了,这场比赛是官方提供的账号,并不是拿自己的账号,所以王小剑还需要设置名文和装备,没想到这一设置时间就过去了,游戏开始之后才发现没有把召唤师技能改回来,所以只能将错就错,继续用猴子来打野。 游戏开始之后,王小剑发现了救星,原来大飞哥的成要精带的是成戒,也就是说只要和大飞哥换一下位置,那么就能摆脱困境,要不然真的要被当成演员了。 接下来问题又出现了,王小剑居然发现语音被屏蔽了,而且文字也打不出来,关键时刻幸好大飞哥比较懂事,看到王小剑来到对抗路,再看了一下王小剑的技能,瞬间了解了他的意图,所以主动跑去打野,王小剑千恩万谢。 感谢大飞哥解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,否则这一局真的要被骂死了,带了急跑的王小剑打对抗路根本没有优势的,因为没有经济又抓不了人,所以只能中规中矩的拖大后期。 不过队友大飞哥和汤圆却非常给力,尤其是汤圆的公孙里打出了一幕般的气势,直接射手开团,还做到了一袖三,比赛后王小剑特别感谢了汤圆和大飞哥,如果不是他们撑住场面,这一局要是输了的话, 那自己肯定是要背过的,在采访环节的时候,王小剑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大家,我不是故意带技巧的,我真的不是演员。 看来也是怕网友会误会了,小伙伴们如何看待王小剑带错技能呢。 那不够,现在要看吞了点子,走卖了点子。 那不够,现在要看你都不够的,不要忘了这回事。 我们到这里就已经带我来的,小伙伴你去正伴的少许多好多的朋友, 走卖了点子这样。 这段时间,走卖了点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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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每次都被俗伳了,